- 重新錄一段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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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我是發 - 我是 Max - Max是誰 - 我覺得我們兩個現在坐在這邊很像在 - 很像在心理諮商對不對 - 而且我為了這集我就點開Podcast 去搜尋拍行榜裡面的單人節目 - 發現還不少 - 大家都很像在做心理諮商 - 那你要試試看嗎 - 看起來很有意願 - 我看起來比較需要諮商自己吧 - 還是他們就是在諮商自己 - 他在講話的過程中找尋到自己生命的意義 - 你的聲音好適合做這種東西 - 是嗎 - 我們一直不給Max上節目就是因為 - 他很震驚 - 是 - 他是一個很震驚的剪輯師 - 通常隱藏在我們幕後 - 就在我們錄音的旁邊 - 身後什麼 - 他會對我們的錄音內容發出一些笑聲 - 但那些笑聲安靜到麥克風不會收進去 -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 - 一言難盡 - 你才開心是嗎 - 我真的覺得 - 好棒 - 就是我達成的那個 - 重新錄開台以來我的目標 - 就是把大家都趕走 - 我把每一個人都趕走 - 我把Kelly - 莉莎還有Cindy都趕走 - 天啊你 - 原來你一直在買這個梗 - 然後我坐在旁邊看著你們錄音的時候 - 你都在搞這個 - 就他們回來的時候我發現整個錄音室都不見了 - 沒有我今天想錄音是因為大家都不在 - 然後我們需要把一些時事消完 - 不然的話很多 - 不然大家再過幾天就會忘記謝國良做了什麼事 - 還有那個基隆施議員 - 這樣我覺得宋偉莉嘛 - 就那個現在一直被劈圖那個 - 那是他自己劈圖的那個 - 然後他還把大家的劈圖去分享那個 - 颱風天其實 - 不是因為我在台北 - 所以我在颱風過程中只覺得 - 哇就禮拜二還是禮拜幾的時候放颱風假 - 上禮拜嘛 - 對 然後就覺得 - 哇天氣好好喔 - 就是比我平常在台北生活的天氣都還要好 - 但因為我住在台北市 - 所以我不能說什麼 - 山邊或哪裡沒有災情 - 或沒有什麼下雨 - 可是我生活的那邊真的是 - 覺得哇就是有一種歲月驚豪的感覺 - 對 我那邊也是 - 雖然我那邊住的是個山邊 - 但是是比較 - 你那邊的問題主要是 - 建商的地層會下線 - 前陣子某個很巨大 - 在台北一個精華高級住宅區的那個 - 建案坍塌案 - 在麥克家附近 - 其實已經一年了嗎 - 欸我不知道 - 就是那個 - 差不多快週年了 - 大家應該記得什麼事情嗎 - 可以講嗎 - 就是那個大直的房間 - 建案倒塌那個 - 對 然後我們那邊現在就是 - 那一整區我們一直在討論 - 到底要不要渡更 - 但是就是延宕到今年 - 然後好像也還沒有結果出來 - 所以就 - 嗯 - 而且現在台北市應該會對於 - 相關的重建或渡更有一些 - 有一些期盼 - 但又怕受傷害 - 怕像精華層這樣子嗎 - 因為你不知道背後的那個 - 因為交涉的 - 最終跟政府交涉 - 跟談事情的是建商不是嗎 - 對 - 但我們這邊好像現在遇到的問題是 - 這邊的民眾大部分都不想要公辦渡更 - 所以他們現在就不想要透過市政府那邊 - 你都自己跟建商談什麼 - 對對對對 - 就那一整區 - 所以就整個卡住了 - 台風還有一個很好笑 - 就是台風前 - 謝國良 - 我可以用謝國良統稱基隆市政府吧 - 應該可以 - 是等號吧 - 至少13號前都是等號 - 欸13號是罷免日 - 大家要記得去投票 - 因為他在台風前去基隆市 - 文化中心外面的沙包 - 欸不是 - 草皮堆沙包 - 你說那個人工草皮 - 然後他擺了一個陣法 - 我一直講反 - 他用沙包蓋住草皮 - 對 - 然後後來基隆市就開始煙 - 喔這個基隆市好像從 - 前幾天 - 台風前的下雨就有積水 - 跟一些小小的災情 - 然後台風的時候也是發生一些 - 淹水還有土石流 - 對 - 然後我看一個很地獄的是 - 有一個人家的二樓被那個後面的山 - 就是整個土石又卸下來 - 然後是一股房具乾災就說 - 你可以先推沙包 - 那麼多沙欸 - 你還要多少沙啊 - 就是要是 - 沙跟土可能不太一樣吧 - 不太一樣 - 但就是 - 因為當時有個新聞是基隆的沙包不夠用 - 然後沙包不就是需要一些 - 我不知道啊 - 沙包怎麼取得我不知道 - 我今天本來想要把台風攪完 - 是因為我覺得這個 - 事情堆到心底回來 - 她會覺得煩死了 - 然後她就離開重新錄一段 - 那我會達成我最後一個目的 - 把她趕走 - 然後我們以後每次都要這樣子 - 帶著心理諮商去對她 - 沒有沒有沒有 - 但我今天再看一下真的覺得 - 台風天就是謝國產很愚蠢 - 然後那個基隆市市議員 - 欸這都是國民黨的 - 還有那個林什麼也是 - 就是叫那個劉四方 - 林佩翔 - 對叫他閉嘴的那個 - 是那個立委對不對 - 對他是基隆的立委 - 劉四方是中央救災指揮官 - 對他是指揮中心的指揮官 - 他那時候關心基隆災情 - 然後他就說你不在現場就閉嘴 - 結果這個林佩翔自己 - 上週末就那個勘災的時候 - 他不在現場 - 然後在那邊罵別人 - 但他沒有閉嘴 - 對 - 我覺得國民黨到底 - 我前陣子看到有一個人說 - 國民黨這屆立委是他史上覺得最爛的 - 就是他覺得他評論政治這麼多年 - 忘記哪一個名嘴 - 他說他真的覺得這個 - 這一屆立委是史上最爛的 - 就是表現很差 - 然後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 - 我從林佩翔看起來 - 真的覺得他沒有說錯 - 然後還有那個 - 我們剛剛講到的宋立委也是 - 就是你美圖秀秀可以弄好一點吧 - 因為那個AI一直在進步 - 他的那個P圖是旁邊還有光環的那種 - 那很像是用 - Photo impact - 對 - 然後因為我們這時候有那個啦 - 有問答 - 對 我們要認真的執行這個問答 - 因為其實我開過問答很多次 - 然後我都沒有回答 - 然後雖然直接這樣說不好 - 但就像之前我每次要開問答 - 然後Lisa就會說 - 你每次都沒有回答 - 我們幹嘛開問答 - 然後我就說 - 可是開問答會有人來留言 - 你不想要有人留言 - 可以就我們的IG流量 - 沒有啦我們有收起來 - 但因為之前很多問答很 - 不知道怎麼回答 - 就是太 - 太 - 就是不想回答的 - 好我們今天可以來看一下 - 昨天有什麼問答 - 那我來朗誦一些題目可以嗎 - 朗誦 - 好 - Max - 怎麼了 - 沒事 - 你繼續 - 那發發我們這邊問你喔 - 節目未來的走向 - 不要這麼震驚 - 不要這麼震驚 - 好啦 - 節目未來的走向會怎麼樣 - 然後有機會聽到四個人一起直播嗎 - 一起直播什麼意思 - 欸他這個問題有點在 - 有點跟他們講 - 問題技巧很厲害 - 嗯哼 - 因為我們其實之前就有四個人一起上 - 我們之前就有四個人一起主持過 - 有幾集 - 他是想問我們會不會直播 - 對 - 是我們去露露荷 - 去那個仁愛路斯段 - 啊對 - 對 - 然後 - 你有在聽J-POP嗎 - 有吧 - 有嗎 - 有吧 - 我在喜歡找那個AKB之前喜歡的 - 我的本命是早安少女組 - 然後我當時很恨AKB - 覺得你們憑什麼要毀掉我的那個90年代的美夢 - 對你們憑什麼 - 你們憑什麼 - 你們以為你們是誰 - 然後後來我很愛那個AKB - 你最近發的現實動態會放一些日本歌對吧 - 欸對 - 因為我很愛KPOP - 可是我覺得我很愛KPOP的原因是因為我不懂韓文 - 所以聽起來很輕鬆 - 對我不懂韓文 - 所以我聽不出歌詞要說的是什麼 - 所以你可以沉浸在 - 就明明可能是悲傷的歌 - 你會覺得天哪好開心 - 然後仔細看歌詞發現天哪竟然是失戀的歌 - 可是因為我有學過日文 - 所以日文歌會覺得 - 你有時候不小心聽出歌詞的意思 - 就會覺得這首歌好苦什麼什麼的 - 欸有人問你問題欸 - 好奇剪重新入reels用的app是什麼 - 喔不是用apps剪的 - 剪輯師要生氣了 - 沒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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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是用軟體 - 就是用final cut pro - 喔那這對 - 對 - 你想要問什麼 - 我說這對如果是非專業剪輯師 - 他想要自己做 - 因為現在很多人自己剪東西嘛 - 但其實是看個人習慣的 - 因為有些人其實用手機剪的話 - 剪得也蠻快蠻好的 - 所以我覺得好像只是單純 - 因為我從以前就很習慣用final cut的系統 - 但那個真的很難對不對 - 這不是就是 - 那它其實就跟premiere就是類似 - 就是一個簡介軟體 - 那是什麼 - 好我知道 - 你還是不要講話 - 欸我看到有一個有趣的題目 - 水餃皮包肉是水餃 - 雲吞包肉是水餃 - 餛飩皮包... - 幹... - 我在念... - 散掉 - 逼掉 - 逼掉 - 水餃皮包肉是水餃 - 雲吞皮包肉是水餃 - 餛飩皮包肉是水餃 - 餛飩皮包肉是水餃 - 通常這邊要打也是水餃吧 - 對阿 - 語法好像... - 這留言的人我們認識喔 - 麻煩你自己注意一下自己的... - 怎麼要再注意一下你自己的語法 - 它寫人肉包皮是不是一樣 - 人皮包肉 - 人皮包肉是不是... - 水餃的型態很多 - 我覺得春捲也是一種水餃 - 那雲吞跟水餃你覺得最大的差別是什麼 - 一個煮的比較快 - 我真的很喜歡餛飩類 - 因為餛飩丟下水很快就會熟 - 因為我之前有在自己的社群分享過 - 因為水餃一顆要煮八分鐘 - 然後有時候你半夜要吃宵夜的時候 - 你打開泡麵目的就是因為泡麵只要三分鐘嘛 - 可是你有時候就是會在水滾的過程中陸續的想到要加很多東西 - 可是通常最關鍵的食材會在你一切都煮好的時候才出現 - 就發現冰箱有一個蛋餃或是冰箱有什麼 - 那我那天就很想要煮水餃想要加進去泡麵吃 - 然後我就把水餃切成八等份 - 你那就是一團皮跟散肉 - 對 然後我跟妳講還 - 我不得不說還蠻好吃的 - 就是你就會在面中得到那個混沌皮的口感 - 就水餃皮 - 然後因為你切完之後 - 每顆水餃的肉餡會變成一顆小丸子 - 我覺得蠻好吃的 - 好我下次試試看 - 然後我要強調那個 - 我切了八等份不是萬萬兩 - 好 - 是別人家的水餃 - 就我家冷凍庫有常備其他牌子的水餃 - 對 但是通常被吃掉的是萬萬兩 - 對 - 要...欸這個不要 - 不是所有問題都會回答 - 有人問說我們會不會永久停更 - 目前還沒有啊 - 目前是沒有這個大事 - 我們今天這麼無聊還不在錄音 - 如果有機會遇到木渴 - 最想對木渴說什麼 - 木渴是指柯嗎 - 應該是吧 - 我不得很丟臉的承認 - 因為我上一次遇到柯文哲本人 - 看他說的話是加油 - 大概2014年的時候吧 - 好久以前喔 - 你沒有在路上遇過他嗎 - 沒有啊就是肇事 - 我肯定也對他喊過凍蒜吧 - 你是一個很認真的肇事參與者 - 肇事就是要喊這些東西對不對 - 不然就是跟著大吼 - 跟著大哭 - 好丟臉喔 - 但我有對蔡英文喊過 - 也有對蔡英文喊過加油 - 你是普遍對所有看到的政治人名 - 你說每個人嗎 - 徐曉昇應該說 - 徐曉昇應該好像很適合說加油 - 而且蔡英文那次是我在 - 好像是北平東路 - 就民進黨黨部前那時候有一個 - 選舉造勢 - 他好像全台的 - 應該是那個啦 - 掃接完會回到中央 - 就是他們繞一大圈 - 回到中夥 - 然後就是大家都不知道蔡英文會從哪裡出現 - 因為前面就是滿滿的人嘛 - 然後大家就很不知所措 - 然後我也是很不知道該怎麼辦 - 我就隨便選了一個路口 - 就算是站在當時覺得滿路中間的位置 - 就想說算啦遇不到遇不到 - 然後突然開始就有工作人員 - 開始說麻煩這邊進空進空進空 - 然後我就發現我在他的花道上 - 就是他的那個花路上第一排 - 所以你卡到C位 - 對我卡到C位 - 然後我就有跟他握到手 - 還被國安打了一死 - 就派一下那個手掌 - 叫你不要 - 你握太久 - 國安會把你手推開 - 那你那時候握了多久 - 大概0.12秒吧 - 因為他要走過去 - 他要服務得信徒 - 大眾很多 - 大眾很多 - 就是服務很多選民 - 對 - 我用蔡英文的故事 - 蓋掉我剛剛對柯文哲的 - 對 - 40歲 - 有一個人問40歲要怎麼相信愛情 - 然後後面是寫說求發開導 - 我今年35歲 - 40歲要怎麼相信愛情 - 那你現在還相信愛情嗎 - 我相信喔 - 我一直都是一個 - 外表看似放蕩 - 但其實內心很純潔的一個 - 35歲男子 - 因為我每個年紀都可以相信愛情吧 - 對吧 - 但我覺得40歲 - 或某個年紀以上的焦慮 - 可能是擔心自己找不到對象 - 我覺得有些人是這樣子 - 擔心自己過了那個 - 戀愛市場的最佳年齡 - 但我覺得應該還好吧 - 對 - 發的戀愛故事沒有 - 沒有 - 沒有 - 人問一家人 - 易軒俊跟那個 - 有兩個版本差在哪 - 這個要由你解釋嗎 - 我們臉書有寫啊 - 就一個是加強版 - 一個是那個啦 - 對 - 但我們下一集等Sindy回來 - 應該要再好好聊這個 - 一家人 - 希望本週可以日更 - 一定沒有做到 - 因為昨天沒有 - 萬萬兩會再開團嗎 - 我們也好希望 - 對 我們不知道 - 還是我們來B場上 - 你說現在的每一集都要講一次 - 因為我們賣完的時候 - 剛好隔週是颱風來 - 喔對 - 所以很多人家冰箱 - 就因此有了萬萬兩 - 然後就可以開開心心的吃完完 - 對 但我還是希望大家平常也可以吃 - 就是不要把他堆到颱風再吃 - 有一題再問你 - 你到日本的時候會吃拉麵嗎 - 會啊 - 那你可以忍受旁定人在那邊 - 欸我不得不說 - 你說日本人吸拉麵的聲音跟台灣人吃麵很吵 - 是兩個聲音 - 但我不知道 - 我覺得台灣人有點挑釁 - 你說台灣人吸麵的聲音 - 就是台灣人吃飯大聲有時候 - 是有個挑釁的意圖在 - 可是我要強調日本人其實有分兩派 - 就不是說日本人吃麵都這麼大聲 - 他還是有一些人是覺得吃麵 - 還是有一些年輕人或者是 - 要安靜 - 他會覺得這個聲音很討厭 - 有人問不確定對方的性向 - 還會跟對方告白嗎 - 你會嗎 - 你告白我 - 不會吧 - 我一直踩到你 - 都看得出對方是gay吧 - 可是不確定對方的性向還會告白嗎 - 不是如果你對對方這麼不熟 - 你就不要告白啊 - 重點是你聽起來跟對方很不熟 - 你們剛認識嗎 - 有可能欸 - 罵路痴 - 就要你們先交個朋友什麽什麽的 - 嗨 你也想做Podcast嗎 - 想Fastory - 讓你的節目輕鬆上架 - 輕鬆實踐動態廣告 - 敬意你的會員訂閱制 - 分潤更易自已 - 當你自己的sugar daddy or mommy - 太久沒去面試 - 想穿素色牛仔褲配皮帶 - 沒有上衣嘛 - 那是去哪裏面試 - 可是面試 - 要看是去什麽公司吧 - 如果妳今天是去酒店面試 - 妳要穿得很漂亮 - 對 - 但像我自己的面試經驗 - 但因為我都是劇組類型 - 那個就很chill - 就不用管那麽多 - 面試怎麽穿 - 就是觀察那棟樓都怎麽穿 - 可以吧 - 看在辦公室都怎麽穿 - 旅行的私房景點推薦 - 這應該很少人會講吧 - 因為講了就不私了 - 會講假的 - 但我去日本很喜歡去觀察那個 - 每個地方的吸煙室 - 因為日本是一個大量人口吸煙的國家 - 他們好像是跟 - 我忘記煙商還是什麽 - 反正他們有設置蠻多的吸煙室區 - 然後有一些管理機制 - 然後有一些商圈是完全沒有路上的吸煙區 - 可是它會藏在某棟大樓裡面 - 然後我會對於找到那些吸煙區感到很驕傲 - 就是你會覺得天啊要是我自己走在路上 - 我真的不知道原來這邊有一個吸煙室 - 對而且 - 因為路上真的有時候會看到有一些人是躲在巷子裡偷衝 - 販賣幾個邊 - 然後後面是發現好像越不是大城市的地方 - 越容易找到路邊的煙灰缸 - 它可能比較沒有管制 - 台灣的某個 - 松山機場 - 松山機場有公告過說他們廢除了吸煙區 - 然後那時候就網路上很多很焦慮都找不到 - 那我跟你講我找到了 - 它其實有 - 不是就在旁邊嗎 - 而且很大一個區域 - 就半世外 - 有點像討人的 - 然後他 - 我們自己在聊吸煙區 - 因為我想鼓勵有煙影的朋友 - 就是不要放棄 - 我記得之前是有 - 然後他也有公告 - 然後後來他是公告說取消了 - 沒有這個東西了 - 但後來發現還在 - 然後他沒有寫說那個地方是吸煙區 - 他寫的是戶外休息平台什麼什麼 - 然後那個標示是一個穆斯林的祈禱室的旁邊 - 所以他沒有放那個公告 - 所以你要真的去找到那個地方 - 真的需要一些時間 - 因為我的話是 - 因為我很常搭國內線 - 所以 - 他在外面不是嗎 - 然後在國內線的外面而已 - 所以我其實只要搭國內線的時候 - 就會看到大大的 - 他現在有貼CNG的標示 - 那外面有 - 但裡面應該沒有 - 裡面會找不到 - 如何從開播對於 - 不是 這個有問題吧 - 沒有等一下 - 有一個人說 - 從開播以來 - 就對於K-pop沒興趣的發 - 現在如何呢 - 我要強調我沒有對K-pop沒興趣 - 就是我 - 我是對歌手跟團體的成員 - 了解更多 - 好像沒什麼興趣 - 就是例如我很喜歡New Jeans - 但你今天認真的問我 - 裡面的成員叫什麼 - 我會拼不起來 - 我可能記得這些名字 - 可是我會對不起來是誰 - 你再問我他們各自的興趣 - 或他們各自的詳細資料 - 或是他們做過什麼事 - 上過哪些綜藝節目 - 我會對不起來 - 但如果你問我哪首歌 - 我可能會記得起來 - 所以我的K-pop養成是在那個Gate Bar - 所以我記得很多歌 - 但不記得這些人是誰 - 然後我可能也很喜歡這些歌 - 可是我不記得拼得起來是哪個團體 - 我沒有討厭K-pop - 對 - 討厭K-pop我們要怎麼放精華 - 對啊 - 大家都沒有發現精華的音樂很gay嗎 - 而且我那天挑一首歌 - 忘記是什麼歌 - 然後我還在群組說 - 這是我小時候在funky的歌 - 然後沒有人理我 - 有人問我們工作都很彈性嗎 - 都在上班前還是上班後錄音 - 沒有很彈性 - 沒有很彈性 - 但我會想辦法 - 寄出時間 - 午休之類的時間錄音 - 有人分享吃火鍋會臭 - 我上去審那集說吃火鍋會臭這件事 - 說完好後悔 - 因為就讓人家覺得我很急巴 - 然後我說完了沒多久我就開始吃火鍋 - 而且是狂吃 - 我們大部分人都在問大家是怎麼認識的 - 我們是工作認識的 - 就我們之前的各自的工作有遇到 - 為什麼會開始重新錄一段 - 就是那個啊 - Me Too 事件 - 這是第一集對不對 - 對 - 因為那個當時人選之人後 - 台灣開始有一波的me Too 事件 - 對 - 然後我們就覺得好像可以討論一下時事 - 然後殊不知就到現在了 - 對 - 而且我們那時候比今天還尷尬 - 對 - 我們現在很尷尬 - 有嗎我還好 - 但你等我一下我要收一下飲料的單 - 你在訂飲料嗎 - 對我在訂飲料等我一下 - 好了收單了 - 好 什麼時候辦實體見面會 - 不會啊 - 可是不知道怎麼好多人都知道我是誰 - 就是我最近常常會遇到 - 有人會跟我說 - 你是不是重新錄一段的法 - 然後我就會想說 - 是沒錯 - 但你怎麼知道我是誰的 - 雖然有一些線索 - 對 - 你的線索其實都還蠻好找的 - 我前天在健身房運動 - 因為運動完的那個有幾個步驟是 - 洗完澡然後你要圍著浴巾出來 - 會太詳細解釋 - 圍著浴巾出來之後你要穿內褲 - 可是因為大家會盡量避免直接把浴巾脫掉 - 所以大家會練就一個就是圍著浴巾穿內褲的那個動作 - 但那動作很容易會造成一些走光 - 就一旦失誤的話 - 總之那段歷程對我來說是健身房最困難的一段 - 比運動還要難 - 因為我就遇過有一次要穿內褲的時候站不穩 - 然後往後跌 - 然後都坐在一個人的腿上 - 就很像談戀愛那種姿勢 - 對 - 所以我每次在那段時間就覺得天啊好難 - 就是啊我現在要單腳站起來要把這個穿進去 - 總之我今天就穿上內褲之後有一個人過來說 - 欸你是發嗎 - 沒有覺得被打擾自己是很好笑 - 因為我剛過完剛說你的心裡面的歷程 - 打狗技叫安婦要到現場 - 可以帶安博盒子去 - 那是什麼 - 台灣製造中國晶片 - 是嗎我不知道 - 反正裡面是中國啦 - 就跟檳榔有點像 - 發可不可以單獨腰臀來上節目 - 我上次在那個省有腰啊 - 就是有示意說下次還是有來找你來 - 然後臀相當的驚恐 - 啊腳會全身濕掉 - 就冒汗那種情療澀澀不可以 - 我們節目的那個聽眾範圍很廣 - 有一些小孩跟婦女 - 對 - 還有一些女同志 - 是 - 然後還有一些比較討厭男生的人 - 對 - 然後可能也有一些燕女的男同志 - 有嗎 - 欸我不知道 - 就是有可能啦 - 就是有可能 - 對 - 燕女的男同志 - 三百集全員回歸 - 我們現在到第幾集了 - 二四二 - 那三百集是什麼時候 - 六十集 - 一週 - 認真的在算 - 大概年底吧 - 明年啦 - 明年 - 農曆過年前後 - 我們這集真的是男男自語 - 對啊就是 - 男上加男 - 陷入兩難 - 我看到你腳本太大了 - 我今天看到柯文哲的事情有更新 - 就是柯文哲的那個帳房 - 一個什麼水果的那個 - 好像逃出去了欸 - 真的假的 - 他逃出境 - 而且他很早就逃出去 - 他逃到日本 - 欸 - 欸 - 柯文哲兒子不是在日本嗎 - 在東京念博士不是嗎 - 但那個是逃到關係不同的地方 - 他好像管很多 - 他好像就關鍵的那個帳房 - 所以他有很多資料 - 讓他逃出去了 - 但那個人如果回來的話 - 柯文哲的案件 - 應該就會完全大解密 - 應該就全部都會串起來了吧 - 因為看起來全都在那邊 - 天啊自己錄音好尷尬也好無聊 - 光雨以前怎麼做到的啊 - 因為我以前聽光雨的節目 - 聽得很長一段時間 - 你知道光雨嗎 - 我知道 - 那你有聽過嗎 - 我也有聽過 - 就是那個我打開門你就進來吧 - 那個 - 就是有人問我怎麼有辦法每天去運動 - 那我就發了一篇文章寫說 - 因為運動是這個世界上唯一努力會有 - 唯一百分之百努力會得到收穫的東西 - 我發了一篇文章就很多人說你怎麼了 - 為什麼沒有 - 我是很認真的在講 - 我很開心跟認真的在講這個事情 - 就是鼓勵大家要去運動 - 就是如果你今天工作上班很累 - 然後例如做好這件事結果出包 - 或者是今天做好這件事結果沒有到加薪 - 或是還被同事弄被人家罵什麼的 - 就是任何人生不愉快 - 或是你明明吃得很養生還是拉肚子 - 就是諸如此類的事情 - 就去運動 - 就去運動 - 因為運動會讓你得到收穫感 - 就是他一定會有變化 - 讓你就會很開心 - 我很推薦大家去那個啦 - 就是我有聽人家說 - 如果你自己家裡有神有拜拜的話 - 你就不要一直去找外面的神 - 就你自己家都有的人就要顧好 - 然後如果你家沒有的話 - 你就是找究竟的廟 - 就附近的 - 當然也不是說不遠的不能去 - 但我個人很偏愛那個屏東的東港鎮海公 - 那你是那個有線上的那個嗎 - 對對對 - 那個是我這輩子遇過最神秘的鈴籤 - 就是線上的球籤 - 然後他的那個按鍵過程 - 就是你現在搜尋東港鎮海公 - 點點去他首頁就會有那個鈴籤 - 然後你會覺得這個是不可能是真的吧 - 這個東西不可能會準吧 - 因為他就看起來太 - 看起來太像服務性質的一個網頁功能 - 就是好像服務那個信眾們就很解惑 - 但你看到那個網頁會覺得 - 這個不可能吧 - 就會覺得很像是騙人的東西 - 很像那種心理測驗 - 但我跟你說他超準的 - 他準到我會有點嚇到 - 就是他 - 他準的程度是你可以去測驗他 - 就是你會 - 你會因為他太準 - 然後你會覺得 - 我現在要來考你看看你到底是不是那個演算法 - 跟一些神秘的AI在控制我們 - 然後我就去挑釁他 - 我就問他一些 - 反問他一些問題 - 然後他的牽絲會在跟我對嗆 - 就是他會完全猜出我在想什麼 - 他感覺得出你在挑戰他 - 對 - 然後有一次忘記我問他什麼事情 - 好像那時候家人生病還是什麼 - 不是是工作還是什麼 - 反正就是那陣子有點混亂 - 然後我就一直在 - 不停的照三餐求籤 - 然後他就有一次 - 某個時間點開始 - 他就再也不給我那個杯了 - 他就不給我 - 因為你抽完錢之後 - 幾號錢嗎 - 你要再按那個把盔 - 要給你一陣一反才可以拿到那個錢 - 他就不給我 - 然後我就想說不可能 - 如果今天他是電腦的話 - 他不給我 - 就是我再試幾次就會有 - 那我大概試了十次吧 - 十幾次都沒有 - 那我就改一個說法 - 是問說你是不是覺得我太煩 - 希望我現在閉上嘴 - 不要再用這個功能 - 以及好好的去 - 就是好好過自己人生 - 不要再煩你了 - 他就給我背 - 然後前世裡意思就是 - 你都知道答案了 - 就不要再一直煩別人 - 所以我真的鼓勵大家 - 不要每件事都煩神明 - 但那個東港 - 這可以業配嗎 - 東港鎮海公的線上領簽 - 我真的覺得如果要排名的話 - 我必須說唐琪樣子排在第二 - 東港鎮海公排第一 - 東港鎮海公排第一 - 所以我們今天重點就是 - 鼓勵大家去東港鎮海公去求錢 - 哈哈哈哈 - Cindy快回來了 - 我們應該下集就有Cindy了 - 對啊 - 然後我們有空會再把那個 - Lisa跟Kelly抓回來 - 對 - 但他們現在呈現 - 先讓大家休息一下 - 先讓大家休息一下 - 先讓大家休息一下 - 除了鎮海公以外 - 你還有想要呼籲的嗎 - 呼籲大家要找時間休息 - 然後不要擔心被問 - 休息是為了什麼 - 因為像我有稍微放掉自己某一個社群 - 就是有 - 也沒有稍微 - 發一些很大的公告 - 像山口百回那樣放下麥克風離開 - 但在過程中會很多人覺得 - 你是不是失戀 - 你是不是工作遇到什麼狀況 - 你是不是家人怎樣 - 就會以為你遇到什麼大事 - 但對啊我有遇到大事 - 但就是撇除這些 - 就覺得真的脫離那個 - 別人能對你怎麼想的眼光 - 然後去過自己生活很簡單 - 然後我也是這週才開始發現 - 我好像 - 我以前吃東西都會拍照上傳 - 然後我前幾天去吃宵夜的時候 - 就發現 - 我沒有等食物全到了才吃 - 然後我也沒有拍照 - 我也沒有上傳 - 然後我那餐吃得好 - 安心跟覺得好 - 原來吃飯是這樣子 - 然後我已經很久沒有過這樣的生活 - 那我就突然意識到之前過得很病態 - 就是凡事都要跟別人交代 - 然後你會很在意自己的 - 三餐你的一切的社群表現 - 然後你會完全被那個數字綁架 - 你知道剛剛這個畫面超級像我們在諮商的嗎 - 你說你是心理師嗎 - 你是魏如璇 - 你是魏如璇 - 我一直在點頭 - 你有看過那部劇嗎 - 魏如璇 - 哈哈哈哈 - 對啊 - 鼓勵大家多過自己生活 - 就是多試著把一些東西放下 - 然後去看看有沒有其他的 - 因為人的時間有限嘛 - 對啊 - 而且臉書又那麼擠吧 - 哈哈哈哈 - 好啦 - 鼓勵大家那個 - 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- 東港鎮海公線上零件 - 然後有空就多多休息 - 欸不對心理上罵我 - 因為我最會上一集節目說大家不要放棄臉書 - 然後我再錄完回家就發說我不要再用臉書 - 但好像這樣子的反覆的狀態好像顯然在你身上還蠻正常的事嗎 - 嗯嗯嗯嗯嗯 - 然後那個還有什麼 - 高雄啦 - 高雄跟基隆還有金山很多地方的 - 現在都還是有災後的 - 算重建跟救援類型的工作都還在進行 - 希望這些地方趕快恢復本來的狀態 - 我真的覺得高雄那個風好可怕 - 他們那邊好嚴重 - 我看到那個以為在拍明天過後 - 它有點像我們台東以前 - 也有一個尼泊特颱風的時候 - 那時候也是好嚴重 - 因為那時候我母校的樹被拔掉 - 啊因為你們也是風來的時候的第一線 - 對對對對那時候很嚴重 - 不過那時候好像關注度沒那麼高吧 - 原下質疑是什麼 - 我不知道 - 人氣選出來的 - 好啦 - 你不覺得這集會很可怕嗎 - 因為我們最近一直在挑戰可怕的節目內容 - 是 - 好啦今天就這樣 - 今天就這樣 - 大家掰掰 - 掰掰 - 喜歡重新錄一段的路視們 - 借到臉書、IG、YT、串串 - 以及各大Podcast平台搜尋 - 重新錄一段 - 按讚、追蹤、訂閱 - 也別忘了donate - 技師我們用 - 嘿嘿